如果给你一项超能力 你会选择什么 99%的人会选择它 隐身 如果你会隐形你又会用来干什么 但这样一种人人想要的能力 却意外出现在一个处于青春期荷尔蒙爆发的废柴少年身上 男主麦克是美国某所高中的学生 身材矮小 沉默寡言 爱幻想就是他的个人标签 今天他起了一个大早准备购买他憧憬很久的蜘蛛侠套装 但是因为商店还没营业 他只能诚信而来 拜信而归 在考试时候 别人都在忙着考试 只有麦克忙着偷拍斑花 被老师逮个正着 这简直是射死现场 就在这时 麦克的警察母亲走了进来 他告知同学们 班上的马丁诺失踪了 如果你们见到他或者接到他的电话 请让他赶快回家 考试结束后 麦克被班上胖虎 小夫堵在厕所欺负 就连他藏在袜子里的钱也被抢走了 大雄用彩蛋枪将麦克打得四处乱串 甚至在众多同学面前嘲讽麦克就像狗屎一样 丢尽了脸面 这就是废柴麦克每天所经历的学校生活 但是前辈抢走的麦克非常苦恼 为了参加班花的万圣节派对 麦克只能拿着谨慎的钱来到二手市场 蜘蛛侠套装是买不起了 他退而求赐买了一件中国的超级英雄服 山肖 回到家后 麦克非常后悔 毕竟是黄色的衣服怎么看都不像超级英雄 妈妈只能劝道他 这件独一无二的衣服非常符合你的气质 再加上麦克非常想去参加班花的派对 也没多耽搁便去了班花的派对 万圣派对上因为来自中国的山肖套装 幸运的麦克和班花搭起了花 这一刻 麦克感觉上了天堂 但下一秒就入进了地狱 大雄将麦克偷拍班花的视频公之于众 面对自己暗恋女孩的质疑 麦克再次选择逃避 他躲进了厕所里 门外全是等着看他笑话的同学 麦克对着镜子开始请求 神呀救救我吧 让我消失 让我隐身 一阵电闪为明之后 麦克消失了 原来麦克翻墙逃走了 第二天不可思议的事情出现了 刷牙的麦克竟然在镜子看不到自己 脱掉浴巾后 他彻底隐身了 母亲走进房内 催促麦克上学 根本看不见躲在一旁光溜溜的麦克 刚开始麦克还非常不适应 最终他选择全副武装去上学 看着坐在台阶上的胖虎 往日被欺负的记忆涌上心头 麦克脱掉了厚厚伪装再次全部隐身 他潜入课堂 趁着胖虎沉浸在音乐中不能自拔 麦克用胖虎的彩蛋枪对着黑板狠狠来上一枪 胖虎成了被锅侠 报复完胖虎现在轮到小夫 只是简单的调戏几下 就让小夫将关键的网球比赛输掉 面对父亲失望的眼神 此时一群青春靓丽的女孩从麦克面前经过 他邪眉一笑偷偷溜进了女子更衣室 望着从来都没有看过的美景 麦克目不转睛盯着眼睛那是火花四溅 突然 女孩随手将浴巾丢了过来 意识到不妙的麦克瞬间血压高达200 奇怪的是她的隐身能力随之消失 就这样赤溜溜地出现在女同学面前 母子俩相顾无言 儿子做出如此荒唐的行为 母亲苦口婆心地说道 儿子 女孩子们都喜欢慢慢来 没有像你这样直接脱衣服 说着说着两人都笑了 突然母亲的电话再次响起 班上的另外一名学生也失踪了 为了面对应对不断出现的离家出走 学校请来一名辅导教授 专门为同学们讲解离家出走的危害 正当所有人都被教授的讲课吸引时 麦克突然发现自己开始隐身了 为了避免自己被别人当成怪物 麦克在下课领响了后 第一时间离开学校 可千房万房都没有防过自家的妹妹 麦克只能将自己所有一切都告诉妹妹 她认为自己突然能隐身是因为这套山霄服 妹妹不仅不害怕 还认为麦克是超级英雄应该去行侠仗义 妹妹的一息话让麦克不禁也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她开始阅读关于超级英雄的漫画 因为隐身偷听母亲的电话 让她突然听到一个令她大吃一惊的消息 麦克竟然是母亲领养的孩子 麦克听后震惊不已 自己竟然是无家可归的孤儿 内心大受打击之后 麦克独自一人来到海边荡秋千 在斑花的眼中只看到一个秋千不断晃悠 面对这种奇异现象 斑花不仅不害怕 还主动过来搭讪 简单的交流后 斑花觉得对方非常有意思 其实因为妈妈严苛的家教 每天斑花只能忙于体操训练 她根本没有时间交朋友 两个孤单的心灵第一次如此靠近 离别前 两人约好下次再见 到了晚上 麦克趁着夜高峰黑溜进了斑花的闺房 斑花只能透过毯子才能感知麦克的存在 斑花提出想要离她近点 暧昧的气氛开始在房间弥漫 双唇就要紧贴在一起 麦克的血流加快 血压急速增高 也因此她的隐身效果正在慢慢失效 为了避免自己的身份暴露 麦克只能跳窗而逃 妹妹鼓励麦克必须将事情的真相告诉斑花 最终犹豫在三后 麦克终于鼓起勇气到体育馆表白 可她来晚一步 斑花被神秘人注射了麻醉剂 望着心爱的女孩被人掳走 麦克鼓起勇气向前搏动 可她毕竟是一个小屁孩 哪能敌得过成年人 眼见主人被欺负 麦克的爱犬狠狠撕咬住了神秘人的右手腕 但最终还是被神秘人将斑花带走 马克辗转难眠 他想要隐身去拯救斑花 他翻箱倒柜地开始寻找山霄符 可是由于母亲将它洗了 导致山霄符大幅度缩水 似乎失去了功效 麦克生气地朝着母亲大喊大叫 还坦言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世 麦克无能狂怒猛登着自行车一路来到海边 这时 一个戴着墨镜的神秘男子找到了麦克 他自称是麦克的亲生父亲 他开始叙述自己的亲生经历 多年以前 他生活在俄罗斯 因为一次核灾难 很多人死于辐射 同时也有些人发生一遍拥有超能力 这些人被叫做异能者 这引起了一个名为分裂者的军事组织的兴趣 所有人超能者都被其研究进而成为完美武器 麦克的父亲是超能力是阅读别人的思维 但是所有人使用超能力次数越多对身体的损耗就越大 而且所有超能力都不能生命 除了麦克的父亲和母亲 在众人的帮助下 亲成功生下了麦克 为了保护麦克 父亲和母亲选择带着麦克逃生 为了掩护父亲和麦克 母亲选择独自面对追兵 最终死于分裂者的枪下 父亲凭借超能力找到善良的养母 知晓他是个好人 而且他想要个孩子的愿望 父亲给了一套专门适合隐身能力的战斗服给麦克 之后 养母和心理教授一起找到还在海边的麦克 因为养母还有工作上的事忙 教授又主动提出送麦克回家 养母答应了下来 可是当麦克看到对方右手腕的伤口时候 已经意识到对方就是绑走斑花的神秘人 教授知晓自己已经暴露索性也懒的隐藏 幸好麦克已经提前一步穿好了超能力 可是教授本就是分裂组成员 早就知道怎么对付隐形人 先是在房间内不断抛洒面粉 这样就能找到麦克的痕迹 面对狡诈的教授 麦克只能被动挨打 教授还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谁知麦克狠狠给了胯下来了一脚 趁着这个空隙 麦克逃出房间 并搭上了胖虎的摩托顺利逃脱 麦克向胖虎表明了自己身份 胖虎在得知自己的小弟小夫也被绑架后 毫不犹豫答应加入麦克团队一起去拯救被绑架的同学们 另一边 经过科学分析后 分裂者组织发现斑花并不是他们要找的超能力者 于是将他和小夫 马丁诺三人关在一起 三个臭皮匠顶过一个诸葛亮 他们三人也开始了自救行动 斑花身体脚尖负责出去报警 刚爬出监牢 斑花在一间房间内看到了一个怪老头 为了保护自己 斑花只能一路进行攀爬 最终发现了一个探照灯 然后在天空中照出笑脸的信号 麦克当即领悟那是斑花发给他的求救信号 立刻带着胖虎赶了过去 胖虎利用彩蛋枪发出动静迎走守卫 而麦克则趁机隐身前了进去 仗着隐身的便利 麦克顺利将三名同学救出监牢 可是就在他们准备逃走时候 斑花却执意要救之前看到那个怪老头 出乎意料的是斑花竟然出卖了他 原来那个怪老头竟然是分裂者的头目 他的超能力就是只要他的右手 接触到任何人就能控制其思想 之前的斑花和教授都是被弃控制的傀儡 面对被挟持为人质的斑花 麦克只能束手就擒 得到自己想要异能者后 怪老头决定打到回府 要强行带麦克回俄罗斯 而斑花则会被他送到海面上 也许这一眼就是万年 面对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心爱的女孩 麦克爆发了 他的第二个超能力激发出来了 那就是磁力控制 再次敌人都是他的玩具 解决一众敌人后 麦克和斑花乘坐逃生舱顺利回到海面上 但是这样让麦克的超能力公之于众 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子 父亲只能使用超能力 将在场的所有人的记忆消除 养母成了拯救孩子们的大英雄 虽然他已经忘记了一切 当然也包括斑花 可是经此一解 麦克已经蜕变 他已经可以从容面对一切 虽然斑花已经失去记忆 但是毕竟麦克还能隐身那不随便来吗